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蓝 三 二 我一定要吃饭 广西杨朔 群风倒影山浮水 当然还有黎江水孕育出的美味食材 紫姜炒鸭 鸭子跟姜的这种绝配 哎 香 田螺酿 花花酿 有痰牙 有软嫩 三头脚炒小鱼干 别的地儿可吃不着 十几年前我就来杨朔拍过这个啤酒鱼 十几年过去了 再来到杨朔我们还拍啤酒鱼 今天范小二将带您一起 在这座山水小城 寻味黎江滋养下的杨朔第一道美食 我想去桂林呀 我想去桂林 都说呀 这个桂林山水假天下 杨朔山水假桂林 您看啊 我现在就在这个黎江最精彩的一段 这里就是咱们的桂林杨朔 杨朔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因为有黎江水的滋养 孕育出了很多当地美食 让人垂涎欲滴 其中杨朔十八酿享誉四方 在无酿不成席的杨朔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十八酿 今天设置组专程来到杨朔 就为了学会这门手艺 酿菜究竟怎么做 范小二又选了十八酿中的哪几个酿菜呢 大家好 我是桂林杨朔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我叫欧桂林欧姐 我们从小的话就自己做这个酿菜 那个螺的话我们是自己到河里面去摸的 然后就回来纯手工自己做的 还有竹笋酿 茄子酿 辣椒酿 土瓜酿 芋头酿 蛋酿 菜包酿 豆腐酿 结瓜酿 瓜花酿 食材都能量 万物结合量 这么厉害 这当地家家都会做吗 对 我们这里的话是一种风俗 无量不成熟 后面好像有几个姐姐 我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了 他们好像就在那不断地拿肉下装里头塞 对 我看您这把这个凉瓜给掏空了 您这是把辣椒给掏空了 这个是做辣椒酿 对的 我看这姐姐咋是切芋头呢 对 是吧 要切成这种跟那个人张开嘴一样 对 不能切断 为什么咱们当地人特别爱把这些东西都做成酿 以前的话我们这边是生产大米的 是没有那个面食 然后有的人的话他买不到面食 所以的话他就是就地取材嘛 用当季的那个蔬菜 然后包着那个馅 就做成了那个像饺子一样的 所以就是酿 咱为什么有这个甜螺酿呢 主要是我们离江的水源好 所以我们的螺的话都是各大肥美 肉质的话是很鲜美的 今天我教大家做我们杨硕最有名的甜螺酿 我来帮您做 第一步咱先干什么 先挑螺肉 也就是这螺其实咱都已经剪好了 它这个尾部了 对 咱要挑这个螺肉 对 您看怎么挑 我们会用到电工才会用到的神秘工具 电工才会用到的神秘工具 用这个起子 这在我们那就叫改锥 这是电工弄的 对 这个的话取螺的话是最方便的 就拿它 以前我在家里取螺的 我都是用个什么牙签 那牙签 那牙签取不了 这个螺太大了 螺太大了 结实 对 它很结实的 您给我们取一个我跟您学 OK 先拿一个螺 然后我们往下按一下 它要按它有那个口 然后一挑它就出来了 要把这个硬壳撕掉 然后还要把那个尾部的话取掉 后面这个内脏是不能要的 明白 下一步的话我们要清洗这个螺肉 要用生粉 还要用米醋 还要加少许的盐 这样抓 用力地抓 这样的话才容易把它那个脏的 还有那个黏雾 给它清洗干净 抓一下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清水 洗三遍就可以了 洗三遍 好 经过三遍的头洗 这个是非常干净的 对 水都很清澈 对 洗干净了下一步做什么 就开始做螺肉 先切成薄片 先切片 再切丁 最后再剁碎 对 我们还要放那个五花肉进来 继续剁 这样的话那个螺肉的话容易吸出来 如果是全瘦的话就吸不出来 好嘞 这两个比例多少呢 一比一 您刚才说还要用到什么紫苏叶是吧 对的 可以去腥 可以去腥 就完全把这个紫苏叶剁碎 跟这肉馅 对跟那种肉一样 完全分别不出来了就可以了 对 然后我们就要加入调料 食盐 鸡精 胡椒粉 可以再来点生抽进来 抓匀 闻到香味了吗 闻到了 好 我们可以开始酿了 我们这边的酿菜的话 就是把这个肉馅 塞到这个螺壳里面 分开 就叫酿 八分板就行了 先在手里啊 轻轻地握成一个小 这么大的丸子 然后用手搁进来之后 大拇指倾盔的同时 用食指轻轻往里一碾 最后把皮一弄 好嘞 最后一个完成了 起锅烧油 好 加两块姜 八角 一块沙姜 蒜 我们现在要把螺娘 加进来 好嘞 现在就可以翻炒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小火 慢慢地 慢慢地煸炒 连天再煨它 对 我们现在要加水来蒸了啊 很掉酒 还要加少许的盐 这个我们一定要煮久煮透 现在的话给它蒸着 还是要一点时间的 我现在又教你做一道 我们当地的南瓜花酿 这个是已经洗好了 包好了 但我看您这还有好多富裕的杆 这个待会还要用的 还有肉 那您先卖个关子不告诉我的 对 是吧 好嘞 调那个肉馅 一块的肉馅 对 好可以了 加两个鸡蛋 然后还要加一块豆腐 这样的话吃起来会口感很嫩 也不会觉得肉馅差 加一点糍盐 鸡精 胡椒粉 葱 再加一点蜂蜜 这是咱附近的蜜蜂产的蜂蜜吗 对折 一定要对折 这样 这样的话 它里面的馅才不会漏 枕要有用了 直接把它插上 OK 它起到了固定作用 对 这个一会儿要怎么样 我们蒸着吃 蒸着吃 好嘞 那咱先把这个看看吧 我们的螺也马上快好了 现在我们又要加纸酥 我们当地就喜欢吃这个味道 现在好了 来 加一点葱上去就行了 我们的螺已经煮好了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南瓜花酿先蒸上 8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来 好漂亮 加一点蜂蜜 哇 好漂亮 我发现凌文蜂蜜就整个这花瓣都有了光泽 而且还香 好了 好了 欧姐是不是咱可以吃了 可以了 好嘞 酿甜螺已经好了 您先给我做一示范吧 我看您怎么能一口把酿的这个肉一块就是给它吸到嘴里去 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来我试一下 嗯 整点脱啊 可以吧 这个味道特别的好 里面有这个螺肉 稍微有一点弹性 又有一点那个扎实的咀嚼感 围绕着它那些五花肉 就又产生了香味 又产生了那种风鱼的感觉 所以进到你嘴里 现在就是那种有弹牙 有风鱼 有软嫩 太香了 好嘞 南瓜花酿呢 我们也已经出锅了 对 来试一下 你先吹一试 嗯 嗯 甜吧 我说 一口下去 就是一口甜蜜 然后里面有这个豆腐的汁水 蜂蜜的那种香气 还有本身啊 这个南瓜花 它也是那种丝丝绕绕绕的甜 对 这些夹杂在一起 就是当地人的这种甜蜜 将调好的螺肉用生粉 米醋 盐 清洗后剁碎 加入五花肉 按1比1的比例剁碎 再加紫苏叶 剁碎成馅 加入盐 鸡精 胡椒粉 生抽刷匀 将调好的肉馅 八分满 塞入空的螺壳中 起锅烧油 加入姜 八角 八姜和甜满肉的螺进行翻炒 加水 料酒 盐 转小火焖15分钟 最后放入紫苏翻炒 即可起锅烹盘 在肉末中加入两个鸡蛋 豆腐 盐 鸡精 胡椒粉 葱蜂蜜后抓匀 将炒好馅 酿进清洗后的南瓜花里 要将花的对角折好 包裹肉馅 取一根花茎插在中间 将包好的南瓜花酿 装盘放入蒸锅 蒸8分钟出锅 再淋入蜂蜜即可享用 这太难养了 哎呀 这梨江边散养的鸭子 真的是太难抓了 梨江散养土鸭 因有梨江水的滋养 天然喂养且运动量大 所以其肉质紧实 腥味较淡 是杨硕人最喜欢吃的鸭子品种 在当地 有一种食材可以和梨江鸭子 一起烹制出绝配的美味 令人流连忘返 究竟是什么食材 又是如何烹饪出来的呢 我们找到了最擅长做鸭子菜品的大厨 让他来给出答案 我叫胡胜永 来自广西桂林杨硕 今天你要打算给我们做哪道菜 是紫浆炒鸭 紫浆炒鸭 对 杨硕人身上的湿气会比较大 然后紫浆刚好是去寒去湿的 紫浆是比较嫩的浆 比较清脆可口 杨硕人喜欢吃姜 驱除身上的湿气 紫浆不仅是当地的特色食材 而且口感清脆 又没有浓烈的辛辣之味 所以杨硕人都喜欢用紫浆入菜 而梨江边的鸭子口味清甜 既能补身又能降火 两种本地食材结合出的紫浆炒鸭 性味互补 滋而不腻 是杨硕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一道菜 那咱们开始做吧 锅先烧热放一点油 对吧 六成的油温的时候 就要把我们的干辣椒放进去 把辣椒先爆香 直接放牙齿 鸭子 速播 炒到鸭子的血水看不到为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转中火 拿锅盖把它盖起来 焖个三五分钟 盖盖焖五分钟 中火是吧 中火 哇 这个汤汁就一下变得红润了起来 你看 对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加入我们的食材了 姜 盐 生抽 还有蒜米 再加一勺我们的高汤 这是我们自己熬制的 用的猪铜鸡架子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盖上锅盖 炖个三分钟收汁 第一次五分钟第二次三分钟 三分钟 哇 基本上汁也收得差不多了 汁都已经收得很浓了 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蒜香 紫浆的香味现在都已经蒸腾而出了 来了 出锅了 当地的这个名菜 紫浆炒鸭已经好了 咱俩就肉吃好吧 脱骨肉烂 关键是这个鸭肉有嚼劲 这个醇香里微微带着一丝这种辣 这个辣不是辣椒的辣 不是辣椒的辣 就是我们这个姜片的这个辛辣 你再吃一口这个紫浆 紫浆 脆 不清脆爽口 这种鸭子跟姜的这种绝配 特别香 将鸭子洗净切块 热锅凉油 油温六成热 放入干辣椒煸炒 切块后的鸭子放入锅中略炒 焖至五分钟 加入紫浆盐 生抽 蒜炒匀 倒入高汤继续焖三分钟 收汁后出锅装盘即可 在杨硕的大街小巷 有一条鱼存在感很强 几十年间 它被多家电视媒体 关注和报道 火遍了大江南北 就连范小二十几年前 都来杨硕拍过它 它就是杨硕啤酒鱼 整个杨硕 可以搜索到啤酒鱼的商家 就超过了2000家 为什么啤酒鱼在杨硕 可以火爆这么久 它的做法里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今天 范小二将再次 与啤酒鱼相遇 为大家揭晓 啤酒鱼长盛不衰的秘密 这十几年前啊 我就来这个杨硕拍过这个啤酒鱼 当时啊 这杨硕街面上 也就是几家好吃的这个啤酒鱼 十几年过去了 再来到杨硕 我们还拍啤酒鱼 大家好 我是啤酒鱼长城人李永恒 刚才我听好多人都管您叫红姐 而且人家专门点名说这鱼 是不是红姐做的 您就是红姐 是的 大家都这样子叫我 太好了 您看当天我们来的时候 还是您的婆婆在做 对吧 是的婆婆 那时候婆婆告诉我后边是一片食堂 跟这个梨江是通的 水都是来自于梨江的水 从里面捞上的鱼最大的一个 就这么大个儿 十几二十斤的都有 我婆婆她是杨硕第一批做啤酒鱼的创始人 哎呦厉害 我们这啤酒鱼做的话 要有三大秘诀 三大秘诀 怎么讲 一是我们梨江的鱼 二就是我们梨江水晾出来的啤酒 第三点的话 就是我们纯皮结闷的手法 所以我们想看一看 现在我们杨硕的啤酒鱼 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您开始给我们做起来要不然 可以 好 开做 这鱼咱用的还是鲤鱼对吧 对 我们最原始做的 用的就是鲤鱼 当年我们来的时候 婆婆跟我们说 不用去林 吃的还就是这个 林的那个 切完之后的那个酥酥脆脆的那个劲头 对 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 念丢六家千不去鲤鱼鱼 说的就是这个鲤鱼珍贵 在我们北方觉得鲤鱼是那个四大家鱼之一 它吃起来多少有点土瓶味 好像我们都给去林 但是到了这个梨江边 我们是不是咱们这个江水好 养出来的鱼鱼 鱼鳞都能吃呢 的确是这样子 你看一下这个鱼鳞 现在的话我们还没有精致的话 就有点精华精华了 把这个油放下去 八成热左右 这个鱼 这个鱼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鱼的砍法也有讲究 它是在这边砍啊 九刀到十刀左右 正好切到皮就止住了 对吧 这样子的砍法就是让它均匀受热 好了小米把姜放过来 然后就这个鱼 这个鱼都把这个鱼鳞部分啊 给它放进去 走鱼鳞部分 走的 我看您不断的转动这个锅底 让鱼浑身上下 都煎透 我们整个煎炖的过程大概是五到六分钟 一开始是大火 现在改成了中小火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关键点 好了 我们先上上盐 大蒜 上辣椒 这个的话 按我们店里面的分量这是少辣 你看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呢 只有一种这个味道 就是都是这么辣 你看到现在啊 为了这个让人国的这些顾客啊 是的 都能够适应 人家还分了少辣 酥辣 还有加辣 您看见没有 你看一下这个鱼鳞 哎呦 煎完了之后金黄色 而且这个饼片 拿手您一碰就是那种酥脆的感觉 您听听声 哼哼作响 鸿姐是一天做多少条鱼啊 我们一天最多的时候要做五百多条 一排过去七个锅同时起锅 所以在当地您还有一个外号叫红七锅是吧 红七锅你说下一个下什么 泥酒 哎呦 这酒香味出来了 现在我翻啤酒了 这个必须要用我们泥江水酿的啤酒来做才好吃 我们泥江水是全生态活泉 然后再和小麦融合 酿出来的就是我们口味最好的啤酒 就是放那两次来 然后青椒 青椿 蚝油和老抽 我们这个盖盖的话要四到五分钟 您看一下 闻一下 太香了 对 先我们就把这鱼翻一面 用我婆婆的话来说就收得练练的 就是要把汤收得黏黏的 对 好 现在汤汁就练练的了 我们广西十大名菜之一啤酒鱼出锅了 好嘞 炸点葱花 你把那个金蒜拿过来 你当年吃的肯定没有这个金蒜融 这个绝对没有 您现在又增加了这么一个 对 咱们杨厕的这个啤酒鱼 它也是与时俱进 这个一定要先吃这个鱼鳞 吃到的鱼鳞软脆韧 它有蒜香味 又有鱼鳞特有的那种脆脆的那种感觉 更有鱼鳞底下那种交质的那种黏牙的感觉 非常的过瘾 是这个鱼鳞的部分 哎 鱼鳞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这一部分 对 鱼鳞它是这个鱼的软边 就用我的上肠和下肠 使劲的一米 这个鱼我就画在嘴里 风鱼多汁 太美妙了 热锅冷油 油温八成热时加入姜 从锅的左右两侧拌入鱼 加盐 辣蒜 酸辣椒 将鱼鳞精到金黄后 从锅边喷入米酒 啤酒 干辣椒 西红柿 青椒 甜菜 蚝油 老抽 盖上锅盖大火焖5分钟后 再把鱼翻面收汁 撒上葱花和金蒜蓉即可 来到杨树啊 咱一定要逛一逛当地的这个菜市场 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饮食的风土 哎 这好多干货哎 这我都不认识啊 看上去一项茶叶 小鱼干 这有鱼干 哎呀 这家有小鱼干哎 您这个市场怎么这么多卖小鱼干的 很好吃啊 那咱们当地人拿这个小鱼干怎么吃啊 这个用来炒酸豆角的 哎 这应该就是酸豆角 文铁拿好酸啊 酸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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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当地都拿这做什么呀 炒鱼干啊做米粉啊都可以 小鱼干拿点炒 刚才我也问了一个姐姐 她说当地人 善于把这种干制的小鱼干 和这种腌制过的这种姜豆 做成一个酸姜豆的小鱼干 哎呀 听起来是非常的诱人 大家好 我叫陈贤聪 在阳朔从事餐饮行业有十多年了 要上产就是酸豆角炒这个小鱼干 这是不是就是咱们这梨江里边 捞出来的这种野生的小鱼干 对 就是我们当地的鱼民打的这个小鱼干 因为我们传统呢就是在农村 就是用火来熏的 怪不得呢 这闻起来啊就是那种熏完之后的那种烟火器 这小鱼啊它一年四季都有 对 打了上来之后 我们就说是把它里面的内脏把它给去掉 是为了长久保存 这个特别是在四八九月份的时候 特别浓满 没有时间做菜 每当浓满的时候就说拿点小鱼干 跟酸豆角炒 鸡块又美味 这就是这道菜的这个由来 在我们梨江边上吃这道菜 别的地儿我吃不着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就跟您学着做起来 对对对对 好了 来 开始 先放油 我们这个油温给它六十层热 先把这个小鱼干爆一下 可以把它给爆香 鱼干也变好了 对 也变好了 再放油 加点蒜蓉跟加丝 放酸豆角 它怎么就能够腌得这么酸呢 酸的您一刻觉得 舌头两边开始分泌唾液 我们就是先取新鲜的豆角 晒干 切成小段子后 把食盐搅拌均匀 以后找个合适的盘子 翻身去把它给充实 然后盖上盖子 就不要让它透空气就可以了 将酸豆角这种下饭菜 一定要经过油煸 它就一下把所有的味道 凝聚在一起成倍地释放出来 对 我们再放一点青椒跟红椒 再加点芹菜 色香味聚全 爆炒一下 把小鱼干给放到下面去 好 我们再一次放点食盐 料酒 酱油 鸡精 蚝油 对 给它提提炫 这时候翻炒一下 让这个滋味跟它充分融合 对 以后再放点这个梨浆水 给它再焖一下 这就是从我们身后的梨浆打上来的水 这够清澈的 对 旧地取材 再翻一点葱花 给它炒一下 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绝了 香气扑鼻 来吧 我的米饭呢 我要多吃了 刚才我旁边好几桌的游客 都是这样 人家就是大口的 把这米饭跟那鱼 还有酸豆角合在一起 来 好喝 咬下去第一口 这鱼在你嘴里活灵活现 咔吱作响 再咬这鱼肉松软 在这个水里立刻出现那种酥香 拌在一起之后 酸豆角的脆 鱼的这种酥 融合在一起 越嚼越香 这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下酸菜 热锅凉油 六层热油温食 翻用清洗后的小油干 进行翻炒 盛出备用 另起锅烧油 带六层热油温食 加入蒜油 姜丝爆香 加酸豆角 青椒 红椒 芹菜 小泥干 盐 料酒 酱油 鸡精 蚝油 鱼浆水 冲发 泡炒三分钟 即可出锅 今天我们一起尝到了 当地十八酿之一的 甜螺酿 同时我们还吃到了 紫浆炒的 杨硕非常有名的 啤酒鱼 小鱼干和酸豆角 烧制的这种小菜 在家的话 您也可以跟着我们 学做起来 这些美食 在您家的餐桌上 一定被人欢迎